成龙财产分配曝光,孝龙女吴卓林将获取额财产,不允许吴起立支配。 其实几年前,就传闻成龙一经历。下了遗嘱,由于涉及金额较多,成龙对外还是比较谨慎的。 当时流传的一个版本是,遗嘱上百亿家产的一半留给儿子房祖名,还有另一半有妻子林凤娇养老的。 其实几年前,就传闻成龙一经历。下了遗嘱,由于涉及金额较多,成龙对外还是比较谨慎的。 当时流传的一个版本是,遗嘱上百亿家产的一半留给儿子房祖名,还有另一半有妻子林凤娇养老的。 由于前些年,房祖名涉毒,成龙一气之下改口说遗嘱不给他,称自己在死后会将所有遗产全部捐献给国家,并且称会把自己的器官也捐出留给有需要的人, 希望儿子房祖名自食激励。后来房祖名一直公开承认错误,并且这件事情也让成龙发现儿子要白手起家真的很难, 对于他唯一的儿子他还是非常担心。最近,成龙大哥再次确认自己的财产分配计划, 决定将一半的财产转移到成龙慈善基金会名下,未来房祖名可以每个月定时到基金会提领一笔金额, 但想一次全拿也不可能。另外一半就用来给自己和发青林凤娇养老。 对于小龙女的问题上,在吴卓琳满18周岁以后,将会得到一笔巨额的抚慰金, 却保下半辈子衣食无忧,但备注了这笔钱绝对不允许吴启力支配和动用。 虽然当年成龙和吴卓琳妈妈吴启力之间的私人恩怨,导致成龙一直不愿承认小龙女。 但不管怎样,成龙已经给小龙女留下了一笔钱,也算是一种安慰。 也许成龙早些年不犯下这个男人都会犯的错误,一切就会不一样了。 拿兜成龙博士,SBS,MBE,PMW,原名房世龙。 国际著名武打演员,导演和电影兼致。 其生父为房道龙,其妻子林凤娇为前中华民国演员, 两人育有一子房祖名,另有情人吴启力,私生于吴卓琳。 文字幕作为宫兰致,私人是为 在远护眼前了,一切就会担心有公謝謝, 只能不能修理。 要是尊重的,则是尊重的, 尊重的自义兰致是尊重的, 成龙曾经长时间是家和电影有限公司的旗下演员,于1979年加盟,勉强填补突然逝世的李小龙,期间他拍摄多部电影《屡创佳记》。